這台是402版的 感覺真的有聲音比較小聲 大家好 今天我們跟大家來開箱一下 鎮後工業水牛排402農地搬運車 目前這台車跟401是兄弟車 幾乎外表沒有什麼太大的不一樣 但是我等一下跟大家講一下 它不太一樣的地方 這台車我們環境拍攝一下 這402的部分是 預計是明年鎮後工業重點要推廣的一輛車子 目前我們這邊就有客人 客訂了一台水牛排402的車型 目前水牛排402的車型 已經通過農事所審驗通過 目前也能掛牌 當然現在目前農機補助的部分 還有待申請 所以目前 應該明年如果有機會的話 有望是可以也能 也能那個 申請 審核過為屬於農機補助的試樣 但目前 還在跑程序當中 那我們首先先跟大家分享 跟開箱這台車 那我們現在 一樣 它是跟401一樣的 一個外表 軸距 選配的配件是 白鐵斗 動力方向盤 鋁圈 全部都是我們可以選配的配件 那我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一下 它最大不同的地方 就是在於它的引擎 它引擎的部分 是跟 政賀工業 跟工研院 合作 開發的新款設計的引擎 這 所謂最大特色 就在於它的低轉速高扭力 那我們等一下會 等一下會 先騎給 稍微試騎一下打檔的感覺 然後再 打開那個 那個貨斗 讓大家看一下引擎的大概結構 我們說到它駕駛室 那跟原本的401 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別 但是最大的差別 是我啟動 我啟動引擎 只要最大的差別 第一點 它擋位變好打了 擋位變好打了 但是 一樣 擋位入進去之後 稍微補定油門 確實 有扣進去了 我們在 我們在做前進後退的動作 在做吹油門的動作 擋位 它的擋位變好打了 比如說入擋之後 補點油門 它就進去了 R擋 補點油門它就進去了 L擋 扣一下就進去了 好打很多 但是 一大特色 一大的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 入擋前進去之後 也要補 小補油門 確定入擋再大吹油門 再做正常行駛作業 所以說 現在這個 目前這台402部分 它的變速箱是用前置的齒輪 卡 卡那個擋位 所以說它會 很好入擋 但是 一定要非常注意的地方 是油門稍微補 補油門 補點小油門 確實入擋之後 我們再大吹油門 確保它變速箱的那個 使用的安全 確保變速箱比較不容易審壞 所以 402目前最大的特色就是 檔位變好打了 這目前 不一樣的地方 再來是我們放開 那個後面車斗的部分 其實整個車的精髓 就在於說 這一台現在目前這個引擎是使用 公園院 跟聖賀公司所和 一起開發的一個引擎 包含變速箱的部分 那相較於我們 原本401的部分 使用的是400的那個 變速箱 跟CVT的傳動系統 那現在他們 就 要讓我們車子 有更大的那個動力 跟 加上有更好的一個耐用度 所以他們就種了這一顆 結構 耐用度 跟扭力更大的一個 一顆引擎 的變速箱 所以相對也是 台灣製造 但是你看它這邊的 CVT的皮帶部分 是大概應該是有比原本 400的引擎強化 大概是多30%的一個 結構 結構更好 那相對的其他就沒有什麼 特別該說的地方 因為那個跟401是一模一樣的 那所以說 在於這個狀況之下呢 我們客人有在講說 要關於 401 401改舉斗的事情 那我們後來就跟我的客人講說 如果你要改舉斗的話 那就拿402來改 那所以說目前這台車我們 等一下我拍完影片之後 這台車就會進入 我們 我們御用的那個 鐵工 鐵工廠 我會請我的那個 鐵工老闆會幫忙 改舉斗 那拭目以待 那目前這台車是我們已經客人訂的車子 然後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順便跟大家 先開個箱 讓大家了解一下 水牛排402 已經巧巧的 已經上市了 那至於價格的部分 其實還沒 公司還沒有明確的售價 但我相信明年 他們會 那個 開出一個非常 平易 平易近人 然後 合理的價格 因為目前現在 因為原物料漲太多 現在價格上面 他們還在計算他們的成本 但是我們就 在他們 兵荒馬亂的時候 我們就偷偷趕快就跟他 先訂了一台回來 客人訂的啦 客人選購的車 回來 回來使用 跟大家分享 感謝大家 如果 明年有補助的話 現在農機補助還來就急啦 11月10號還要急 趕快去申請 明年的部分 我們跟證賀公司 也在討論 可能會 強打這台402 跟大家分享 那小小的喜願 希望公司弄一台 我們可以像400一樣 可以這樣爬山越岩 涉水 測試給大家看 我相信這台車 未來可以取代 小貨車的機會 滿高的 在價格 再把它拉低 再加上油補助 其實它的實用性跟 使用的廣度 跟方便性 我相信應該不輸給小貨車 那希望說明年 客人在 各位網友 各位客人再多多捧賞 這一台車子 那今天就介紹 介紹到這裡 那個水牛排402 已經悄悄的上市囉 然後有機會的話 可以去公司看一看